今天來開箱一台我個人也很期待的一台 3D列印機 就是創想推出的CR30 這次也是跟知名的YouTuber NioMeWu研發推出 其特色就是擁有輸送帶機構的無線利軸 之前已經在KitStarter的極致平台上成功極致過了 現在也在折折上面發起募資專案 那創想是已經在入門3D列印界耕耘很久了 所以跟極致平台相關的出貨問題是不需要擔心的 我這次要開箱測試的重點有幾個 因為列印的角度已經從平面改變成45度角 所以我會想知道列印的困難度是否會增加 再來就是切片軟體的支援度完不完整 還有後續機構的維護是否容易調整 按照說明書組裝過程其實蠻簡單的 第一個我覺得會遇到的問題是調整平台 因為主要是微調Y軸線位開關的位置 來校正噴頭跟輸送帶的高度 還有輸送帶是軟性材質也靠滾輪去調整鬆緊 所以這個部分需要多注意 了解原理才能確保後續列印品質穩定 整機採用遠端口XY的結構其實蠻好的 那這次搭配了靜音型的馬達驅動器 整台機器運作的噪音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列印成品因為負載輕 不太有慣性紋路 也可以有較快的列印速度 尤其皮帶用了美國GAZ皮帶確保品質 只是因為售價跟成本因素在傳動系統 選擇了較便宜的滾輪做傳動 長時間列印可能模號上比較快速 但後續維護成本相較也比較低廉 只要在平台調整上面熟練以後 我想CR30後續維護跟一般3D列印機沒什麼兩樣 因為募資時間的關係只能稍微測試一下 表面列印品質歸功於遠端口XY 其實已經能媲美三角機型 但是受限只使用了3公分小風扇 在爬坡降溫上就吃虧了點 再來切片軟體也拜開原子符使用 Cura來做CR30專屬切片軟體 好處就是有在用Cura的朋友應該能很快上手 就算沒用過Cura我稍微試用了一下 其實原廠配的參數也是很安全的組合 只是這邊要特別注意 所有物品都會變成45度角開始列印 原本平面列印的觀念整個要翻轉過來 建議可以在切片軟體上多做幾次檢查 這一台的最大特色在於足隔量產以及長條物件的列印 一般3D列印機雖然也可以擺滿整盤做量產 但最怕的就是一個失敗整盤都失敗了 CR30則是一個列印丸才會繼續列印下一個成品 所以至少一定會有成功列印丸的物品可以使用 長型物件因為沒時間做測試 所以先取用其他YT的測試結果 可以看到輸送袋只要輔助人夠多 就是可以一直列印下去 以往你必須擁有一台超長的設備才可以完成 現在只要這樣的設備大小就可以完成 真的很吸引人 最後來分享一下我個人的使用心得 列印難度其實熟悉了以後 跟一般3D列印的觀念差不多 主要噴頭跟平台的距離 還有爬坡熱堆積的問題 只想要列印成功率高一點的話 就必須在設計畫圖的時候 就要考慮一下列印方向 另外輸送袋因為是軟性材質 偶爾會被列印中的噴頭沾黏拉起 所以輸送袋兩側的距離 調整可能也是需要定期觀察的 雖然有熱床也不會像一般玻璃那樣效率高 變相就是能夠勞固黏在輸送袋上的線材材質受限 如果有其他材料列印需求可能就不太適合 當作個人第一台設備做使用可能會很挫折 我會建議是有經驗的用戶 把CR30當作第二台設備使用 畢竟它有兩大特色 是目前其他機種所沒有也沒辦法取代的 有興趣的朋友我會把相關連結放在影片簡介下方 下次有好用的設備再開箱給你看 掰掰 希望大家可以看訂閱 按摩 按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